2017年台中真实案例 程阳从小就容易感冒 尤其在天气变化之际 只要吹风受凉就会打喷嚏流鼻水 就算到了成年 体质也还是比其他人虚弱一点 程阳 你又感冒了 是啊 一直在流鼻水 超烦的 等一下开会你不是要报告吗 要不要我帮你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来 谢谢 等到开会时程阳就开始觉得想打喷嚏 但主管正在说话 程阳觉得直接打出来很不礼貌 所以就用手捏住鼻子打喷嚏 连打了好几下 但在第一下的时候 程阳就觉得耳朵有点痛 程阳 换你报告了 程阳 你有听到吗 程阳 轮到你了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楚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 你还能报告吗 你说什么 我耳朵有点痛 听不清楚 程阳 你的耳朵好像流血了 什么 我突然听不清楚了 我看你的报告先给我书面资料就好 你快去处理一下 程阳请了病假到耳鼻喉科检查 在这期间 程阳只能听见非常细微的声音 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 他非常紧张 以为自己打喷嚏打到耳聋了 见到医生后程阳叙述了自己的情况 医生仔细地为他检查耳朵 发现一边耳朵破裂 一边耳朵充血 你打喷嚏很大力吗 还好 但我刚才有捏着鼻子打喷嚏 你的耳朵受损了 我给你使用一些抗生素药水预防感染 还好耳朵的破洞没有很大 等他自行愈合就会没事了 记得要保持干燥 以后还是要把喷嚏打出来 才不会造成耳朵受伤 哈 医生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我还是请护理师手写医嘱给你好了 离开耳鼻喉科后 程阳看住医嘱才知道 原来憋住喷嚏不打 可能会造成一些大毛病 还好这一次耳朵受损不严重 程阳决定还是乖乖吃医生的话 以后要把喷嚏打出来 打喷嚏是身体自我防护的机制之一 也是鼻腔自清的过程 只有强大的气流将脏污并均向外喷出 打喷嚏的气流速度时速可达150到170公里 如果憋着喷嚏 无处释放的巨大压力 第一时间就会冲击食道 鼻腔甚至是耳烟管 可能就会造成 耳膜破裂 喷嚏气流经由耳烟管直通耳膜 中耳炎 喷嚏中的细菌入侵耳道 喉咙破损 导致喉咙破裂 突厌困难影响发生 微血管损伤 眼 鼻 脑部的微血管损伤 破裂等情况 所以打喷嚏时 不要捏着鼻子或强行忍住 阴影医袖 纸巾或卫生纸等 清眼口皮后 让喷嚏顺利打出来 避免不必要的橄榄鱼不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